大姐,你看,你的房间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我每天都整理等你回来,所有东西我都没有移动过。 大姐,这段时间,你和家俊? 我说过,她只把我当成是普通朋友,当初她不要我给你,我硬是上了火车,他们也不能赶我走啊,只好把我带到水城,找个地方住下。 姨妈对我很好,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 她挣了点钱,开了一个新的小饼店。 我就在店里帮忙,家俊到处找工作。 回到家也不太说话,她是借着忙,来忘记。 家俊,你回来了,咱们也不说一声呢。 找到工作了吗? 今天,姨妈饼铺的生意很好,阿顺送货去了。 姨妈正在收摊子,一会儿就回来。 她特地让我先回来问问你,晚上想吃些什么。 随便。 家俊,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句话? 不是我不让邱居来,是邱居他自己决定的,所以…… 别说了,所以…… 我不想听。 你是不是还在心里埋怨我,认为是我从中阻碍了你们两个? 我没这样想过。 那你为什么对我还是不理不睬的? 我抛弃一切追了过来,你还是无动于衷吗? 是不是就算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懒得看一眼? 你不要再说这些了,好吗? 不,我要说。 我愿意把心,把贝都掏出来给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屑一顾,连一点空间都不愿意给我呢? 我已经愿意退让,我心甘情愿当你心中第二个人,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你要我退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愿意接受我? 不,灰山,你不必这么委屈自己。 更何况,这种委屈还得让我成熟。 好,家军,你要怎么说都行,我只求你,等我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伯父,不只是朋友而已。 灰山,算吧,永远都不可能。 家军,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意的。 我已经连女人的尊严都不顾了,家军对我还是不理不睬。 我知道,今生今世,她都不会爱我。 或许将来,她会娶一个跟过去完全无关的女人做妻子。 也不会接受我。 因为,我会让她想起你。 那是家军自己想不开,是她自己的损失。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我心里最大的感悟就是,没有什么情伤是痊愈不了的。 再哭,再哭,再痛,都会渐渐地过去。 这个道理,家军现在还不能体会。 可是我相信你能的。 能吗? 我真的能体会吗? 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家里少不了你的。 我现在要照顾药总。 爹地身体不太好,杨恒的事没有经历管。 生意的事我又不懂。 你回来了,正好可以打理。 阿强,阿强。 来了来了,大小姐,找我有事啊。 我们店里的进货成本怎么高出这么多,进的不都是一样的货吗? 还有这些投资支出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有这一项的。 大小姐,是这样的。 丁掌柜最近换了一家进出口厂商,而且听说这个进出口厂商还投资了养珍珠。 他说再过三五年,咱们就能收回成本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珍珠养殖厂,自己生产珍珠,就可以不用再向南洋进口了。 那我爹怎么说? 老爷都同意了。 老爷都同意了? 那这些细节支出,投资的证明呢? 还有养猪厂的规模,大小,人员这些资料呢? 我怎么通通没有看到? 这些都是丁掌柜管的,小得不清楚。 大小姐。 怎么了?在外头就听见您在骂人呢? 我不是在骂人,我是在问话。 这半年来,你帮店里做了不少的投资。 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你打给我看。 我想知道是否值得做,还是该退出。 大小姐,咱们洋行已经投资了不少钱出去,要是现在贸然退出,洋行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再加上现在时局动乱,洋行是经不起打击的。 而且这些事情是老爷已经同意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跟我爹说的,但是我爹让我全权负责,就由我来管。 今天就晚了,明天早上我来的时候,要看到所有文件。 否则,我就抽资金,不投资了。 对了,跟我爹说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可晚点回去。 是,大小姐。 哦,死丫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暂且先容忍。 帮我接金公子。 金公子,是我。 我们大小姐就要去你那百乐门了,我告诉你一声啊。 小姐,你的酒 小姐,你的酒 家俊,是你 不喝,就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不喝 就满脑子都是你 婚婶,你这样是在麻痹你自己 我看到以后会很担心的,你知道吗 家俊,我真的好爱你 求求我,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家俊,家俊,不要走 老爷,这个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爹,您找我有事 是这样的 丁总管说,你要看有关投资养猪场的资料 是爹的疏忽,没有让他们准备好 我已经吩咐过了 这几天就给你准备 爹,就这事啊 还需要劳烦您亲自跟我说吗 慧山啊 最近爹没跟你说上话 我呀,是特意找人把你叫回来的 自从洋行交给了你 你是一早上出门 三更半夜才回来 连面都见不着 爹 我呀,是在首都饭店的酒吧 自己喝喝酒,散散心 您放心 首都饭店是福州最大的饭店 来往的都是药人 没有什么闲杂人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 您放心,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爹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去上班了 去吧 女儿大了 不由爹啊 对,就是她 你好,你好,你好 美丽的小姐 你一个人喝酒,孤单吗 我第一次你喝一杯 不无声 给酒为小姐送酒 不用了 我自己有酒 不需要别人请 请你们不要打扰我 小姐经常有个人 你很没脸 我很喜欢你 我说过了 请你们离开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小姐不要这样吧 来来来,我们交个朋友 来,你好 别说我 你们 你们这些中国女人 敢对我们外国人不礼貌 中国女人又怎么样 这里是中国 中国人还需要判你们这些羊鬼子吗 八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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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喝醉了 身世风作 身世风作 小赵 这两位先生的费用算我的 拿最好的手过来 算我的 好不好 我们这边请 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你又此外 把头把钱 高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姓高 我当然知道了 本地洋行的大钱金 谁不认识 你好 我叫金伟杰 你好 谢谢你刚才帮我解闻 不过说真的 你没必要对那些羊鬼子客气 是他们先骚扰我的 和气生财吗 对了 我忘了说 首都饭店是我家投资的 金门酒吧 归我管 所以我必须要出面干涉一下 绝对不是英雄救美 故意讨你的欢心 你还真是坦白啊 是不是羊鬼子常常这样闹事啊 其实那些羊鬼子啊 也不是成亲要闹事 他们原本就比较热情 尤其是喝醉了 他们看到谁啊 都搂搂抱抱的 绝不是故意要冒犯你的 没听过入境随俗吗 他们现在录的是我们中国的境 就应该好好地学习我们中国的礼 大小姐说得对 以后欢迎大小姐常来 帮我教教那些羊鬼子礼 让我这个做经理的 可以轻松一些呢 你想得倒美 让我帮你教羊鬼子礼 那以后是不是我那些开销 也就一笔勾销了 那有什么问题啊 只要高大小姐常来 报我金伟杰的名字 你就是把我的店拆了 都能算在我的头上 行了行了 不要一口一个高大小姐的 我有没有幸的 我叫高卉山 我当然知道你叫高卉山 你怎么知道我叫高卉山啊 你呢 是个很时髦的女性 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 这是很出名的事 郑州的小豹经常追踪你 你没发现 那些记者常围着你吗 我从来不看那些的 没错 我是被人抛弃了 整天让人说三道四 或许那些羊鬼子 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觉得我有机可承认 高卉山 你说的这些话 我真的很失望 我原本以为 你是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不顾千夫所指的 这种勇气 真的很让人配合 没想到 你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跟我想的 很不一样 难道 你不认为我这么做 很丢人吗 当然不会 你让我想起利普生的娜娜 以及德国大文豪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丽尼娜 她们都是勇于走出家庭之骨的女人 也是现在的女性 我听说过这两本小说 但没看过 正好我有 我借你 看完了 还给你 这么快就看完了 我当初看了好几个月 不过就是本小说 哪需要看那么久 我当时在国外念书 没有时间看那些小说 断断续续的 就看得很慢 怎么样 有什么感情 最后安娜还不是死了 还死得那么惨 我都不知道这本小说 是要教女人追求自由呢 还是要遵守复道 自由的代价 是很惨重的 难道你总说出一针见血的话来 你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做事 却很有内涵 这些让人影响不到 在这种地方做事 就一定是九色之徒吗 这个社会 常常以表面去论断一个人 其实 人是分很多层次的 越了解 就越无法装定一个人的好坏 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是一个跟人私奔 要被抛弃的女人 可是谁知道 当初那个抛弃我的人 或许是个正人君子 还我当初私奔的原因 或许是来自于一份 天长地久的信念 可惜 再美好的动机 也经不起丑陋的平面 这世界上 没有一把尺可以衡量一切 只有你心中的那把尺 才是最后的问题 好 敬我心中的那把尺 也敬我心中的那把尺 我今天好开心 你知道吗 九风知己千杯赏 我总是遇到像你这样 九风知己的客人 一天少说有十个八个 什么 你把我当真是普通客人 那不然呢 最多是贵宾 了不起啊 还是客人 不行不行 你不可以把我当成是普通客人 我只跟朋友喝酒 我们已经喝了酒了 你就是我朋友了 可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是吗 那真是对不起 是我太冒失了 放开我 我自己会走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说过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 难道不能去见你的家人 不能去见他们吗 我想去见你的家人 让他们认识我 让他们看看 我够不够的资格 是你未来的丈夫